来看一看些朋友们 你看我们在北京路边发现什么 如果说特斯拉的Cybertrack是为了电车 那这台车就是一个Cybertrack的Promax吧 太刻画了一个大卡车全长这样 我问问问问问问问 你好 打扰你一下 能看看你那车吗 可以看 不是 这车是什么情况 这车真的这么大呀 哇塞 你看看 基本上这部分它全部都是钢板 这跟Cybertrack是一样的 对 全是钢板 全是钢板 这边它没门啊 没有门 因为我们这车基本上都在矿军用 就是它使用不上这个附架是吧 对 附架门 那这是啥门 这就是它的发动机舱 它是加油的 它不是加油的 它是加轻的 加轻的 等于这样是加轻的口 对 就是这个 你看这写的H2吗 氢气吗 因为氢气其实它排出最终是水嘛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的 这个电子外后键 我在轿车上在SUV上面看 我真不觉得稀奇 但是在卡车上面看的 我真的觉得 OMG 第一次这是头一回 你要这能点着着看看吗 可以 我给你点着着看 好好好 哇塞 你看啊 就这个前脸 这个造型大家有没有感觉 像那个钢铁侠的一个面具 你看这是它的眼睛 这是它的嘴巴 而且全部都是这个 健棱健脚的 全部都是大钢板 哇塞 CyberTry在它面前 真的是一个小弟弟 这些它是什么 这些都是它的电子雷达 自信的那个探头是吧 这是它的大灯 这是它的雨天青的灯 加转酱 啊 明白了 这些呢都是 它那个360度的 环境有像是吧 哇塞 这就是高的3米了吧 你看这感觉 太有未来感 那这个好像不是出现在地球上 好像在火星上面的车 很难想象是我们国人造出来的 哇 太有想象力了 我能上主架来看看吗 可以上去 哦 正好开着呢是吧 哇塞 它的门有点沉 哇塞 这么沉 哇塞 然后这边就有两个VCI 然后这边是它的控制区 然后前方呢 是有一个液晶的屏幕 这跟我们平时看到新轮车很像 左边就是它的这边的外耗射镜的这个展示画面 然后这边呢 就是它的那边的电子外耗射镜展示画面 大家都说电子外耗射镜很多鱼 我觉得那是在普通假用车上 如果在卡车上面 你看 我根本不用摇头再去看那边的耗射镜 我完全可以看到这儿 基本上瞄眼就可以看到外边的一个情况了 这点非常好 巨大一个衣草盘 然后这边应该是它的轻气的余量 然后这边SOC 这个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可以评论告诉我 这个确实没太了解过 咱也直说了 然后其他的方面 这边就是它大宗的控制 这边是它的油门跟刹车 这边是它的车的控制 然后这些是多媒体的控制区 档位 然后还有电子手刹 但是一定切记 得亏正费一定有三百六的环影 否则你看这时间忙去 皮膀摇头 你看没有 我的摄像如果不摇头 完全看不见 你好可以开一下吗 你给我问一下 好了好了好了